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走起 今天我们前往的第一个目的地是位于上海徐航镇的草边文创馆 两岸青年将在这里很了解草边的历史与制作方法 并且在草边匠人的帮助下亲自体验草边的制作 我们刚刚是逛完了这样的一个文创草边馆 那你们感觉这样一趟下来跟你们之前的所想象的这样的一个草边的 包括它的文化 包括它这样的一个飞翼城 有什么和自己想象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是多样化吧 就包括其实我 因为我其实原本对草边的了解没有那么多 因为我觉得日常生活中见到的更多像是土边啊 或者是同边的比较多 然后像草边的话也算是比较浅的接触了一下 然后我觉得就是可以 它可以就是渗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 包括其实我们平时的一些篮子啊 然后像我们坐着的普通啊 然后还有就是女生喜欢的一些小手帅 其实都是可以用草边去完成的 我觉得这样一种就是非议的情形也是不成熟的 令我的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个增长 特别漂亮 是通过那个草边的缝隙透露出来那个 折射出来的那些光打得像特别的氛围 其实它是把灯光二次加光了一下 对对对对 反而体现出了那个草边和灯光的这样的一个介绍 对对对 这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 经过一上午的参观啊 草边在我的心里 已经不只是古人轻弱丽丽一缩烟与任凭生的专属 也可以变成各种实用的生活用品 甚至一不小心成为我们的实向单独 可见只要我们善于发现传统文化中的闪光点 它就有被盘活的可能 而看到那些坚持草边工艺创作的匠人们 我也不由得肃然其境 马上就要前往下一个地方了 快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